香港的地位 我觉得香港它的地位并不模糊 我觉得主权你已经讲了 从97年之后回归中国 但是香港它仍然是一个国际大都会 它仍然是一个开放的社会 它仍然是一个自由的社会 它仍然是一个信息自由流通的社会 它是一个资本可以自由流通的社会 它是一个法治的社会 它是有一个独立健全的法治的社会 因此才是一国两制 那么我对这个一国两制是非常有信心的 我认为一国两制的这个体制会持续下去 我认为香港作为一个开放自由的社会 这个本质是不会改变的 那你的信心建基于什么理由呢 因为呢香港它从历史上就形成了现在的这样一个状况 它的这个法律体制呢是一个共同法的体制 那这个法律体制呢本身呢就是一个独立的法律的体制 如果改变这个法律的体制的话 首先呢没有一个机制来改变它 现在在一国两制的这个体制下没有一个机制来改变它 那么基本法呢也保证了它这个司法独立的 它的这个确定性 第二呢我觉得不论从香港人的角度来讲也好 还是从北京的角度来也好 都希望呢香港这个地方呢能够防人繁荣盛 谁也不想把香港给搞坏了 是吧可能理念也不同 有的人这样就可以搞得好 有人认为那样就可以搞得好 像去年那样的不管是动乱也好啊 还是暴力也好啊 还是这个对财产的破坏也好 其实对于香港呢当然不是一个不是一个好事 那去年香港最重要的一个产业支柱呢就是旅游业 下跌呢是50% 那这样对香港经济呢就产生了很大的冲击 这种情况下对谁都不好 对香港人不好 你说这个北京会愿意看到这种情况 他也不愿意看到这种情况 所以我觉得呢如果大家都想把香港搞好 认为香港它应该越来越好 而不是呢越来越糟糕的话 那没有人会愿意改变现在香港这种体制 这个我是非常有信心的 包括你们投资者也是一样是吧 你们的投资人 当然 肯定会在香港当成一个总部还是说 是的我们认为香港恐怕是在亚洲啊 最好做总部的地方 为什么呢首先我说了它是一个开放自由的社会 信息是自由的资本流动是自由的 这个呢是非常难得的 而且呢香港呢是可以说英语的 对于国际金融中心来讲呢能够说英语呢是非常重要的 你到日本就没有这样的优势了 所以香港呢是非常特殊的 而且呢你以香港为总部你要想去亚洲的任何地方 几乎就是在三四个小时的飞行路程这个范围之内 你去新加坡不到四个小时去汉城不到四个小时三个半小时 去东京也就是三四个小时是吧 去北京啊去上海就更不要说了 所以它是一个非常处于中心的位置 因此我就觉得香港是得天独厚 作为一个国际金融中心来讲呢 没有一个城市可以替代的 所以你觉得导致香港这个很独特跟内地不太不一样的体制 是对每一个方面都有好处 当然是这样的 实际上不光是今天如此 以前在1949年共产党建立政权之后 那那个体制和香港体制是截然不同的 这边是一个殖民地体制 英国统治下的殖民地体制 那边是一个共产党政权 在1949年共产党的军队都打到了广东了 要想越境的话不是一件非常难的事情 毛泽东和周恩来就下命令 军队不能过去 香港要保持冤状 他们都认为这个香港独特地位 对于整个中国是个好处 当时在那种时候都是如此 你当时和美国人在朝鲜发生战争 50年到53年这段时间 那香港仍然是保持一个独立的地位 1967年香港发生暴乱 因为中国大陆有文化大革命 这边的左派呢也在造反 那怎么平息下去呢 不光是港英政府的镇压 那是北京政府呢也干预了 就是不要让左派来闹嘛 香港的稳定对于中国大陆呢 它只有好处没有坏处 那为什么要让香港改变它的现状 我觉得这种愿望是 他们也不想一国一致 我觉得是没有这种愿望 他要想让他一国一致的话 没有什么事情可以阻拦他的 你在84年的时候 87年的时候在谈论这个中英谈判的时候 那他硬要收回来的话 那香港是一定会收回来 那这边是到期了 这个在九龙新界当然就是到期了 那香港呢是弹丸之地嘛 那想收回来是没有什么很大的困难 那为什么要经过十几年的谈判 那谈成一个什么基本法 那当然是中英的这个共同声明 到最后呢不是中英双方了 而是这个中港 就是说北京和香港的一些人士 成建立了这个基本法 那目的呢就是要保持现状 保持香港的稳定 所以我觉得一国一致呢 几乎没有人有这样的一个愿望